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新一集的 今天為何直播室黑暗的 黑暗的 黑暗的 不是黑暗的 你戴什麼 是啊 你看看我戴什麼 是啊 我們日光日白為何要戴著黑暗眼鏡呢 日光日白 日光日白 初見日光日白回來啦 現在還未天黑的 我看不到鍵盤 OK的 先說一句 為何戴著黑暗眼鏡呢 有什麼特別呢 黑暗眼鏡 其實是預告的 預告那張卡都說了 看我們底巴也說了 沒錯 其實就是現在我和Alan戴了兩褲是智能太陽眼鏡 不是一般的太陽眼鏡那麼簡單 不是一般的太陽眼鏡那麼簡單 也有太陽眼鏡的功能 不過太陽眼鏡就加了智能的元素 沒錯 應該說眼鏡加了我的智能度 是啊 我想是不是這樣做節目以後這樣做節目也挺好呢 不是看得太清楚 最主要看不到我的眼鏡在哪兒 哈哈哈哈 好 回到來 我現在戴著的褲就叫Bose Frame Alto Alan戴著的褲就是華為和Gentle Monster合作的Eyewear 其實就是Alan戴著的褲就是Gentle MonsterEyewear 其實就是先公布了先 公布了先 因為之前在年頭的時候 發佈會就 隨一下 隨一下 好嚇 說一下 年頭發佈會公布了 是不是P30的時候出了 對 終於等到剛剛 尾三十的時候 香港的發佈會就終於有了 亦都拿到實物回來 其實跟那個外形跟那個時候看起來是一樣的 都沒有分別 因為這個都是 Gentle Monster 最經典的款式 其實我們現在手上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 Jack By 嗎 應該是 Jack By 應該是 但我只是用原和方來分 這個應該是方小小的款式 你看到那個眼鏡鼻其實都少少粗 不算是很厲害的 其實我有一個 Second Cam 你要不要試一下 你可以擺一個 同事可不可以轉 好 要一些試一下找一看 好 這樣吧 給一塊白色布會不會好一點 會的 這樣看會好一點 好 先擺一部 Notebook 好 這個 Second Cam 好 好 這副 其實那個設計 這副華為跟 Gentle Monster 合作的 太陽眼鏡的外形是否跟他現在賣的一樣 對 其實剛才也說過是 Gentle Monster 的比較卡式的款式 他已經是包含了很多東西的 即是無論是一些感應器 一些咪咪 或者一些speaker 甚至乎你用它兩個卡式的功能 其實這個鏡臂真的跟普通的眼鏡大相差不多 是 看起來不是很明顯的 你不是很明顯原來加了這麼多東西 而且你看看無論是大小或者重量 因為之前大家都知道Google Gars 出來後可能有個攝影機在前面 可能很臉腫一點 那些可能不是很大頸的感覺 那些很自行的自行 是 變了這些就更時尚一點 更時尚一點 其實你走得時尚 其實你不可以幾個東西放在眼鏡上 好像那些戰鬥力探測器一樣 你戴著都可能不夠帥氣 如果走這些路線的話 是 沒錯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款式 跟一般Gentle Monster的沒有什麼分別 亦都帶上去的時候 你未必覺得是智能眼鏡來的 但是當你在跟他說話 無緣無緣無故自己自然治癒 在那裏捉一下他 會有些行動 或者聽到你可能坐在我旁邊 我戴著了你可能聽到 為什麼有音樂在聽著呢 你可能就知道是有什麼功能 其實我就覺得這 可能Bose 我不知道 因為我未碰過 相對來說 其實那個 Features 方面 就是簡單一點點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 剛才說過Google Glasses 可能他說他有攝影機 那些在那裏 其實這個沒有的就是欠奉的 最主要就是鼻子 剛才說過的感應器 其實你可以捉他 即是你可以有一些 我想是叫做姿勢的操控 還有他有聲音器 他就可以播到音樂 又或者你可以來電的時候 你可以在那裏說 因為他都有麥克風可以收音 變成你戴著副眼鏡 可能你躺在那裏曬著太陽 你可以照聽電話 照聽歌 這樣都沒有問題 還有你也可以召喚一些語音的助理 即是那些語音的助理 即是你用一些操控 可能叫他打電話 或是玩什麼音樂 或是玩什麼音樂 即是回應 最主要就是做到這些功能 我留意到 符合眼鏡沒有洞 意思是沒有洞 即是自然是眼鏡 自然是眼鏡 當然有很多操控 操控也要電 究竟符合眼鏡怎麼充電 其實真的挺厲害的 因為現在很流行無線充電 他都原來 即是你剛才看到副眼鏡是這樣的的時候 已經只有這些 臂、框 其實他已經內置了無線充電的功能 無線充電 對 那為什麼無線充電呢 就是這樣扔進去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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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不是 還未至於選擇 其實他又跟著一個眼鏡 袋 這個手袋的眼鏡 挺大 是 其實 因為有設計 所以你看到這個 都挺帥的 你看到這個眼鏡袋 白色的 嗯 那其實呢 只要呢 你把眼鏡放進去 那其實呢 可不可以轉一轉這個呢 那你就會 對 那你就會見到 複眼鏡袋裡面 就有一眼綠色燈 那這眼綠色燈呢 即是告訴你 充電 充電嗎 那應該綠色燈有沒有記錯 應該是 滿電的 滿電 即是全充電 對 那另外 那個袋 其實呢 都有電在 因為 你的眼鏡袋有電 你才可以充電進去 對 那其實呢 眼鏡袋呢 你看到有USB-C頭 是 那也有個按鈕 你一按 就告訴你 這個眼鏡袋 現在都是綠色燈 即是充滿電的 嗯 即是告訴你 電量是多少 對 沒錯 是 那你就知道 什麼時候要充電 如果不然 你戴一副眼鏡 你也會沒有電 是 那個眼鏡袋 都挺大的 但是挺帥的 有設計 你看到 對 對 有沒有說 例如連接的介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連接介面 其實都是用Bluetooth 就可以 是 用Bluetooth 需要用什麼APP 要 就跟上 Gentle Monster 自己有一個APP 其實可以 可以一直看看 對 其實可以先放開這個 或者可以 可以轉 好 可以轉 咦 還是 我在這裡會不會有點棄手 對 好 同時說 都是有點棄手 對 不好意思 我拿著 因為這個好像偽 是不是可以伸出來 是的 不是我拿著也可以 對 這樣就比較容易 好 收到最高 對 不好意思 因為有點反光 其實呢 你會見到 就 有一個 Gentle Monster Eyewear 的APP 其實開了它 現在就是以連接 其實就 要連接其實都很簡單 因為 只要 你放了一副眼鏡 放了一副眼鏡 下去 等等 有一點反光 我也知道 反光 是 沒辦法 少少 找些東西 不如我這樣 好 我們有人手 是的 那麼 就 剛才說到連接 其實你只要 放了進去裡面 然後 按這個power 就是按幾秒 它就會 斬燈 那時候 你就可以 在手機裡面 就可以 開藍牙去配合 眼鏡 其實 過程都很簡單 亦都很方便 是 進來介面之後 其實就和 你平時的藍牙 設定那些 就差不多 那些功能 其實你會見到 按兩下 左邊的眼鏡 那個臂 就可以 其實呢 只有兩個功能 給你選擇 就是語音助手 還有 play或者pause 這兩個功能 其實左右都是這樣的 或者你選擇母 你觸碰它 也不會有東西 右邊 只有兩個 其實你看自己的習慣 譬如說 你習慣了 想聽歌 或者接電話 你按左邊 就可以設定左邊 那 語音助手 或者 師父 可能不要語音助手 或者你兩邊都想可以做播放 或者暫停的 那兩邊都可以這樣設定 那 因為我自己就 用過 下的時候 我自己就不太 喜歡用語音助手 那我通常就設定 兩邊都是 play pause 那我是聽歌 因為 一邊聽歌 一邊走 一邊有 因為有時候你不會 特地記得 左手一定要這樣 其實左右手 我都可以做到同一個功能 其實已經足夠了 其實 都可以 是不是可以 看一下 試一試過 播歌 這樣 你剛才有沒有聽過 有 你覺得 我真的有試過 你覺得怎樣 聲音 就不是很大聲的 那 我現在 試一下 播歌 我們那個麥克風可以收到嗎 是的 其實你會聽到的 所以 因為我覺得 所以這樣 用這個 眼鏡的時候 可能 在香港 尤其是坐巴士 因為其實你坐一旁來 我播歌的時候 你會有機會聽到 是 等等 先脫一褲眼睛 嚇嚇地 音樂 我來試的時候 我就可以聽到 究竟 音樂 聽到的聲音 真的會不會很 會被人 看到嗎 找回音樂 音樂 音樂 有嗎 有的有的 剛才 不用我拿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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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看一下 音樂在哪裡 土化 沒有理由沒有 熱滿情色 這裏 為何傻了 那 看一下 這裏 個單 不過說少少價錢 其實現在 講著 這副華為 和張王莎合作的 太陽眼鏡 在賣三千頭 那 那 本身 沒有智能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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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個款 兩 兩千頭 兩千頭 一千元 就是 一千元 一千元左右 智能功能 不過 有一件事要講 其實 香港 就只是出太陽眼鏡款 本身 其實他們會有 眼鏡款 無論是 加度數也好 平光鏡也好 有眼鏡 應該是透明鏡 那一款 那一款 據了解 就會放在 GENTLE MONSTER的 專門店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專門店 這一款 就會在 Operator的店裡 看到 Channel 和華為專門店 現在正在播放歌 其實 我聽不到你播放 我現在調大聲一點 你應該調 現在最大聲 現在最大聲 都大聲 會不會聽到 是吧 所以其實可能 如果 不是 你在街上不會聽到最大聲聽歌 是 兩體 但是如果 我當 補播放歌 版權 OK 同時提醒了我們版權 如果我一坐巴士 你坐我旁邊 可能再過一點 你會不會感覺到 不是 我感覺到 現在再開 什麼 我聽不到你播過 現在 現在呢 現在 現在當然有 有些是吧 因為我聽到最大聲 可能坐得比較強 其實可能有機會會聽到 因為始終 它的聲音 就是這樣 播放的聲音 所以變成 如果這樣 可能你在沙灘 躺在那裡 其實就沒有所謂 但是可能 坐巴士 或者這些情況 你沒有 曬著太陽 是啊 這樣聽完歌 挺不錯的 帶去曼谷 帶去曼谷 那些 是啊 那 我這副就這樣了 你這副又怎樣呢 我講了這副 這副就是剛剛 Bose 在香港剛剛推出的 Bose Frame Bose Frame L 圖 剛剛拿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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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看到樣子 其實跟普通的眼鏡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方形的樣子 是啊 坦白說 沒有這副那麼潮的 對 這副就真的 比較 低調一點 低調一點 平凡 平凡 啞黑色的 物料 對 好 外形是這樣 不如看一些細節 如何 好 先移開我的東西 不過我覺得 我就這樣看 它那個病好像是比較大一點 是啊 病就真的 對了 放了一條白色的 部位 先移體一點 病 對了 正如一樣素說 其實都是 有雞翼的位置 就是粗一點 你會明顯看到那個 那個病是 粗身的 那些機關都在那裡 知道是 你跟這個 這顆 Gentle Monster 比較 對 Gentle Monster 那一個 就真的跟普通的 彈彈鏡 那個 粗身一點的跨空間 對 鏡背差不多大 這顆真的粗一點 很少 最後 這裡有個 Bose 的 標誌 你看到 其實這裡有些洞 有一個洞 這兩個人應該 就 這兩個人不是 聲音的 這兩個人應該是 麥克風來的 聲音在哪裏呢 聲音就是這個位 這裡 你看到 這兩個洞 這裡 一顆 一顆金屬的 全副眼鏡 只有一顆 就是這個 操控就在那顆 對 你按一下就 穿 配合 就按下去 長按 長按 就跟手機配合 之後 你要播歌 暫停 暫停 就按一下 Play 按一下 你要向前 就是 選擇第二首歌 就雙擊 其實那個操控 跟大意猶耳筒 差不多 沒錯 差不多 對 其實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但它好像沒有標明 究竟是喇叭 還是麥克風 應該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 它播佬歌的 應該是 播佬歌的 像是 因為那個方向 可以 即是聲音可以 射到耳朵的位置 對 這個也是可以說到耳朵的 對 現在說 其實這個太陽鏡 它說可以防這個UV909UV的 是嗎 咦 這副好像沒有說過 是有說過的 除了 除了這個太陽鏡之外 其實這副 是可以換鏡 即是換鏡 有Polarize 對 偏光鏡 還有這個 鏡面鏡 即是銀色 銀色 就應該 觀感 人家看不到 對 人家看不到 始終這個 眼鏡 外觀上 沒有那麼 像 簡單一點 大老一點 大老一點 就是太陽眼鏡 它就多了 可以換鏡 本身 對 這塊鏡面 可以99% 鎖到 UA 和 UVB 那 換鏡 是一開始買的時候 然後就換了 還是中途 可以換 中途換 因為零球 那兩副鏡 是自己換到 自己換到 因為我剛剛上手 所以我不敢拍那副鏡 拍出來 馬上拍 好像爛了 好像爛了 搞什麼 還有我也是找一下方式 究竟怎樣拍 官方就說可以換 但我現在覺得 是不是可以換 還是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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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 都是要安裝Apps 玩嗎 其實是都要安裝Apps 玩 忘記說了一件事 其實鏡臂 好了 又要去 剛才說過 華為Junel Monster 這副眼鏡 是用了無線充電功能 放入眼鏡袋 就可以無線充電 但是這個Bose 這個眼鏡袋 只有這麼小 眼鏡盒 眼鏡盒 皮的 一看就知道 沒有功能 最大的功能是 代眼鏡 代眼鏡 最大的功能是代眼鏡 那究竟充電位在哪裏 充電位其實就是這裏 你會見到 右邊的鏡臂那裏 是有一些金屬的接觸位 其實它就跟著一條 持力的充電線 插回USB 4R就可以充電 就像充智能錶一樣 拍下去 持續充電 沒錯 官方就說 充電兩小時的話 就可以播放到 3.5小時的音樂 還有12小時的待機時間 基本上3小時其實都夠了 曬太陽3小時 曬太陽3小時會不會變得好嗎 我覺得有機會變得好嗎 偷偷先也要 順便充電 10成燒傷 有機會嗎 曬太陽油 我不會變得好嗎 我不想變得好 因為曬太陽3小時 曬太陽1小時會比較好 講一下怎樣連接 其實都很簡單 因為最主要都是用一個 叫做Bose Connect的功能 又要去看一看 2nd camera 開了這個Bose Connect 看不到我的產品 為什麼呢 因為還未開 對 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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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穿了 看得到 鏡頭的充電量 100% 你剛才開機 他會說話嗎 沒錯 他會告訴你 我也有聽到一些聲音 他會告訴你 究竟聯繫了哪部機 因為Bose的產品 是可以 一件東西 就可以聯繫幾部機 例如你可能有兩部電話在身上 你可以聯繫兩部電話 接著選擇 譬如你現在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就是APP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下面可以選到歌 我平時聽到K-K-Box K-POP的歌就會顯示出來 另一個就是 這個就是電量 現在是100% 藍牙連線 其實可以幫他設定 眼鏡的名字也可以 對 對 一些待機的計時 在說 時間 就是 可能 你放下多久 就不穿 這樣 就是要關掉 要說一說眼鏡 如何關掉 這個眼鏡 如何關掉 按鍵就關掉 不是不用關掉 它 其實 你只要脫下 放在這裡 然後其實 放下 放下 意思是 那個位置是這樣 這樣放下 它會看到 其實鏡臉上有大燈 接著閃幾下之後 它就會顯示 其實用了一個 可能裡面應該有 Gioscope的東西 放下 DETECT到你的動作 這樣放下就會顯示 Train Oncer也是 其實如果你播放歌 你一拔出來 它都會停的 等一會 其實它自己都會 對 應該要做 都很正常 就是你聽著歌 你隨便 當然不聽 你沒理由不會停的 按鍵 這樣都很正常 聲方面 好 先試一下 我又在這裡開一個 好像Ellen 剛才開一個 Pair Pair 好 先擴散一下 一按的時候 其實都會聽到 有些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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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可以 召喚到智能助理出來 不過我也成功 但你旁邊看 雖然是雞翼軌 我覺得還可以 其實有些 好像有些設計 而不是說 整個東西 抖了出來 對 還可以 其實都不算很大 你看到旁邊 這個位置 鏡臂這個位置 其實都不算不錯 如果是帶上耳朵的 那個 他和設計 有些流線型 通常都是直看著 觀感都不太差 好了 我去播一首歌 有些聲音 都不厲害 同事聽不懂 你最大聲沒有 同事聽不懂 見紅了 你的音量已經見紅了 對 剛才同事聽到 那時候開音最大聲 但我現在 你現在聽到 聽到少許 聽到少許 好 彈大聲 你覺得 因為我現在用我自己 慣常聽的音量 知道有音樂 是音樂 不是說有些東西 不知道什麼 但聽到是有音樂 其實這副鏡也蠻驚訝 因為 我現在聽歌的效果 跟我 塞著耳機 耳士仔聽歌 是差不多 是 不過你 這些真的要 試一下 其實如果你有朋友 去Bose的專門店 應該是有事的 你真的要試一下 我發覺我聽的效果 是真的令人覺得蠻驚訝 可能那個 聲音出來 那個包圍 耳朵 那個感覺 是好一點的 是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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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tle Monster 都OK 但是我會覺得 聲音會比較薄 嗯 這個 可能他因為直接 這樣 我不敢肯定 是不是 但我還是覺得Bose 是有些這樣 聲音這樣 包圍 對 對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聲音的話 其實Bose是不錯 嗯 是啊 就這樣大火彈韓景 出街要去聽歌 是啊 很厲害 便宜的是選這副 是的 沒錯 這副多少錢呢 這副便宜很多 1699 嗯 是啊 1699 那些鏡片呢 鏡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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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片銀 偏光鏡 249 占邊藍 就不是偏光鏡 169 嗯 一批 一批 沒理由一隻 很難說 一批 一批169 不會吧 一批 好一批 是的 這樣都OK 是的 都值得玩 我覺得價錢合理 是的 當然啦 這個價錢 為什麼 去到三千人呢 真的沒有減少 牌子設計 對 牌子設計 實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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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選擇 自己選擇 我覺得 今年的這些器材是賣得過的 而且很成熟 他們開始走外形的話 應該會容易令到一些用戶接受 是 因為你實際上幾批型都好 你真的不會走去 很多人可以 或者你不一定是潮人 一定會走去打個 高高高高 那樣 那樣太潮了 怕通街走 但是你去沙灘 還有一些 你一定會覺得你是否在拍攝我 那些人看見你都會走開 但這些看到的肯定會先吸引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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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兩副 眼鏡 很時尚的 也很實用的眼鏡 大家可以選擇哪一副 對 怎麼選擇呢 我選擇型仔 我選擇型仔 我也想選擇型仔 但我聽完這副之後 聽聲音之後 對 我覺得這個不錯 那看完它的換鏡的效果如何 試一下換鏡那一副之後 可以再 這個真是大老了一點 這個真是型的 那其實型的要不妨看完另一隻 另一隻叫什麼名字呢 另一隻好像怎樣 除了Jack Bai之外 另外一個叫什麼名字呢 East Moon East Moon 好 East Moon 那 其實我也是選擇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比較漂亮 East Moon 還是差一點 好 今天講完兩副眼鏡 差不多了 差不多半個小時 還有沒有好東西 還有沒有好東西 當然有 拿出來 直接掩掩掩 今天什麼 Over1 現時加持 不要緊 OK的 看什麼呢 又是黑鎊鎊鎊 黑鎊鎊 黑鎊鎊 對 沒有辦法 黑鎊鎊 這部機呢 怎樣 拿來扔的嗎 什麼拿來扔 大家最近有沒有看新聞 都看了很多 有些電話被人打到爛不上 對 又扔到坑渠 對 狂踩 撿回 撿回一條絲也用不到 撿回一條絲 為了怎樣 避免被人打到爛了 或者踩到爛了 扔到坑渠 之後都可以完好無缺 可能就要靠這部機 這部機是什麼機來的呢 這部機就叫Nokia 800 Tough 叫一個 Tough 就知道 都幾 Tough 都幾 Tough 一看就知道他的樣子 硬滾滾的 我問你是否拿出來扔 所以 不懂得出來扔 試試吧 飛了 我去逢死 其實這部機呢 一看我的樣子就知道 軍規設計 哇 真的想知道 過了Minitary Standard 是810G的防護認證 這些應該是工程塑料 包圍了機身 旁邊可能有一些格子紋 令到這部機就更加好炸 炸手 沒那麼滑 同時 忘記了這個聲音 我們轉 這部機 Nokia 800 Tough 你看到這些位置 都是一些很高強度的塑料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這部機就通過了 Minitary Standard 810G防護認證 基本上幾乎掉到街上都沒有 你用什麼敲它 應該都不會爛的 基本上 很想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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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什麼 那要看看今晚 究竟哪裏有聚會 要試一試 拿去試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設計就是 這個 有一個扣的 這樣 扣完安繩 免得可能用起來 會跌到街上 或是跌到街上 不要跌到街上 機身機面 這個螢幕 1.8 2.4吋 QVJ 真的沒有想到 有什麼 5.8吋 Super Retina XDR 始終都是按鍵 不可能 這些按鍵 都很大顆 很方便 其實基本上 為什麼這麼大顆 就是方便你戴手套 那時候都可以按 都可以按 你知道 用這些機器的人 在用機器的環境 未必就像我平常逛街那樣 可能在山 雪山什麼 其他地方 可能要戴手套用 所以大顆按鍵 所以那些按鍵都凸出來了 對 凸出來了 等你按 就知道感覺到 沒錯 那機背 鏡頭 200萬像素 沒有了 算了 不會用2000萬 也不會用6400萬 沒有景深鏡頭 不會拍3D人像 不要想 那這部機器呢 用Snapdragon 205處理器 有512Mb 512Mb 我沒有說錯是512Mbram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我們數一下 有沒有6、7年前 機器差不多 以前PC 9PC 現在512Mbram 沒有了 沒有 840 很長久 很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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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這些 暴露了些什麼出來 SIM卡在旁邊位 看到這些蓋子 全部都有防水的機能 這部機器都是IP68的 你真的不要想在水底聊電話 其實都是想在大雨的時候 或者水浸的時候 令到你的機器沒有那麼快 水底聊電話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修皮 嘩 拔的也拔不到 這個不拔的 拔的也拔不到的時候 這個就是雙卡位 SIM卡位 雙卡雙待 用什麼OS呢 Lokia Feature Phone 一定是用Kai OS 類似Android的一個系統 自家的系統 Kai OS 有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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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安裝到WhatsApp 可以安裝到 Apps 有WhatsApp 有Facebook Google Google 地圖 你喜歡看YouTube也可以 但我相信你不會在這個 這麼小的頻道 看YouTube 很難搞 Google Assistant 都可以使用 其實 機頂還有一個 這個 Torch 電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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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知道這麼小的 不強力 但用來 很暗的時候用 可能收拾東西 或者看路 其實就用得著 正如你說 行山等等 這些就很有用 對很有用 至於 多少錢呢 讓我看看 這些沒有準備 兩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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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爛都可以 應該不用這麼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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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雷射筆 有電筒 有雷射筆 這麼厲害 有電筒 這部機是 998元 什麼 998元 OK 可以 很老實說 給你做 這個 主機 就不太可能 不會 射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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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你平日行山 去行動 去旅行 大定 都可以的 10月9日 就會在 香港和澳門 發售 下星期 只有一個黑色 其實它就是 發表的時候 EVA 發表的時候 會有迷彩色 我自己覺得迷彩色 應該挺漂亮 是漂亮的 迷彩不是迷彩色 起碼 因為它是沙色的 迷彩那個是沙色的 那就會特別一點 都會配合整個 機的風格 因為Tough 那些 三房 給大家在一些 幾極端的環境 因為它是三房 用的 那一部機998 我覺得可以 適合 適合封 可以考慮 適合封 因為 市場上 小的 這麼小的 其實很輕 對 對 雖然市場上有些 三房的Android風 但是 你說 是否需要到三房 Android風三房 你說 譬如有時候去行山 你都不會想著 有機會 打一部 很重的電話 出街 那樣 就是 有基本的東西 可能 迷路求救 或者 電筒 做一些 可能 黑蚊蚊的時候 可能找路 或者收拾東西 這些機器會幾適合 可能 甚至 喜歡就掛在背包後面 做第二房 當有什麼時候是不用的 對 而且我覺得 通常 你看到凸出來的按鈕 很多時候 覺得很難按 但是 它的按鈕很輕 身體力很容易按下去 不是要咪 不會要咪 不會要咪 那些 真的 這個又不錯 就是 Lokia開啟動機器 其實也有一手 也是 你看到之前 那麼多種 新機器 或者 近來一些 二七元映像 都 有它的質素 在 有些情意結的話 都 考慮 考慮 山友可以想想 掛 因為不是很重 又可以掛 掛在背包上 萬一有什麼事 掉了自己的機器 主機 你還有一部機器 可以連接 就不用 找人 救你 自己救自己 好 今集 眼鏡 眼鏡又有 三房手機 好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 差不多 下個星期 還有新的東西 就和大家在這個節目裡分享 好 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看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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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